是核廢筒還是核電廠? 總之是危險的東西 非常危險的東西 所以現在請開始撤出安全距離 撤出安全距離 新一區那裡 以及全台灣各地的地方政府 當政府繼續在亂燒我們的血汗前放煙火 無視於政府的負債創新高 連每個剛出生的嬰兒 都背著將近百萬的政府負債 那我們就來算今年的總賬 今年蔡大普 今年蔡大普 明年蔡政府 強拆暴政 罰款殺人 這是划光的 美麗灣蔡菜拆 美麗灣蔡菜拆 核電廠蔡菜拆 核電廠蔡菜拆 愛我們的怕孫 愛我們的怕孫 聽我們的偷地 今日韓空城 明日變空城 不要變堵城 不要變堵城 無能把政府 無能把政府 討債聽進去 討債聽進去 立即停建合適 立即停建合適 實踐不合家人 實踐不合家人 退回黑箱福報 退回黑箱福報 停止謊謊談判 停止謊謊談判 我世人我復蘇 我世人我復蘇 我愛你我反核 我愛你我反核 核電廠拆拆拆拆 美麗灣拆拆拆 核電廠拆拆拆 核電廠拆拆拆 美麗灣拆拆拆拆 核電廠拆拆拆拆 還有點願意阿 organiz 2014 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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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 欸 活動我們結束不要走欸 我們還有撐到早上6點升旗喔 升反而起喔 不要走 留下來 升反而起 折斷 你的 欸 那個 今天跨你 我們再踢一塊 請他吧 所有人民的憤怒 所有人民的悲恨怨感 就交給你啦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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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沒有靠好 沒關係齁 這都是 滿Q的音樂齁 他把那個板子瞬間加齁 我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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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 公民不服從的跨年月 今年是第二屆 第一屆的 反媒體壟斷青年聯盟 他們今天有代表過來 一年了 去年的跨年夜 我們也就是在這個同樣的地方 同樣的時間 然後辦了一個跨年晚會 然後在這個地方喊著 反對媒體壟斷 拒絕中國黑手 捍衛新聞自由 旺中沒有買成中家系統牌 旺旺也沒有買成壹傳媒 後來壹電視被年代的老闆 念台聲撿走 然後壹電視也上架了 可是我們現在卻經常看到 同一個記者的手上拿著兩支麥克風 一支麥克風上面寫著壹電視 一支麥克風上面寫著年代 這是在同一個記者的手上的兩支麥克風 而反媒體壟斷法 也在經過親盟學界 公民團體 還有在野黨的努力下 在今年的五月底 出了立法院的交通委員會 可是隨之而來的 黑箱服帽 紅種秋暗 強拆大埔 九月政爭 食品安全 黑心企業 對這一年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還有剛剛的官場工人 抗爭了一年多還是沒有結果 等等各種執政黨 該做的不做 不該做的卻一直做 捧出了簍子 轉移了政治人物 還有社會大眾的注意力 反媒體壟斷我們都知道 還沒有真正的成功 台灣如果要追求真正的非核家園 真正的核電歸零 因為地理環境 因為地理位置的因素 我們也不能忽視中國在因應經濟發展之後 在他們的東南沿海 蓋起了一座座的核電廠 如果有一天 不幸真的不小心發生了 台灣也難逃衝擊 而且除了直接的核災之外 在全球化分工的現在 只要分工鏈上任何一個環節出了意外 所有人都會受到影響 這也是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和面對的事情 實際上護術是跟反核心是最有關係的 怎麼講呢 因為其實在公園裡面如果有樹的話 是可以讓公園附近可以降兩度的 所以我們只要能夠把各地的公園 各地的校園裡面的樹附住的話 其實溫度自然降下來 夏天的時候少開冷氣 我們台灣的這些電力很多在 為什麼是夏季巔峰 為什麼是在台北市裡面 其實就是這些水泥的熱島效應 一直在吹冷氣 一直在耗核電 我世人我護宿 我世人我護宿 我愛你我反核 我愛你我反核 我們在行腳的前兩天 我們桃園縣的平鎮市公所 應該不是市公所 是市民代表會 那麼竟然是全體通過 要請行政院廢核四 這是全國第一樁 就是我們要走的那兩天 都是下雨天 所以我們那兩天呢 其實是一面走 一面其實是跟著老天一體 在流著眼淚 那個眼淚呢 其實想到的就是這個土地的悲情 桃園航空城在昨天呢 已經被他們委員用黑箱作業的方式 給通過了 可是這裡面隱藏著的一些違法的事物呢 我們要在這裡提出嚴重的 嚴重的那種抗議 這裡面牽涉到的一萬兩千戶的人 要搬遷 這一萬兩千戶 如果一戶是四個人的話 就是四萬八千人要流離失所 今天是跨年夜 可是大家就是廢核行腳 今天走到了台北 那我想就是廢核的議題跟官場的議題 同樣就是做了非常的久 我們官場工人從十六年前 就開始抗爭 抗爭到現在 我們的議題還沒有結束 那我想廢核行腳也是走了非常的久 今天終於走到了台北 那不管是官場工人還是廢核行腳 我們同樣都是用身體當工具 那這個跨年夜 我們許下一個願望就是 不管老委會怎麼打壓我們 我們跨年夜的願望就是 希望以後明年 我們其實有個紅願式發動所有的議題 一起去握高鐵 如果握鬼的時候 他們會怕我們握鬼 我們行腳 我們苦行 我們絕食 他都可以當作沒有看到 那我們只好 所謂社會運動要做什麼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社會不公平在哪裡 我們就是要打破社會 大家習以為常的生活 要握鬼 要握高鐵 所以邀請今天在做的大家 當我們發起握高鐵的時候 大家要不要起來 對抗不管你 對抗不管你 身體當工具 我反服貌 我反核 我反反同志 我更反這個政府 我的學生 常常會問我一個問題 他們會問 老師 你好像什麼都反對 那你到底是不是反對發展 我告訴大家 我不反對發展 但是我反對不要明天 沒有明天的發展 請問你們是不是 各位 我更反對 沒有為社會底層 謀福利的發展 甚至要犧牲他們的發展方式 是不是 各位 我們最反對 犧牲未來 成就現在的發展 對不對 各位朋友 這樣的發展 叫做不永續 這樣的發展 叫做不正義 對不對 先對環境不正義 進一步 越來越離我們越近 進一步出現 社會的不正義 社會的不正義 會先遭受不正義的 叫做世代不正義 最後最後 緊鄰你我 就會出現 社會 弱勢者 面對不正義 這就是典型的 強靈弱 政府 對不對 對 我為什麼要說政府 因為政府 在不正義的過程 扮演關鍵的角色 台灣的政府 對市場 對資本 自由開放 對社會 對人民 保守 規範 約束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我們就會看到 市場 資本要的 就叫做公共利益 而人民的家園 就是自然的成為犧牲品 各位朋友 這就叫做國家暴力 這就叫做制度的暴力 公民不服從 就是要透過人民公民自己的力量 把自己的權利拿回來 許下承諾 2014年 我們勇敢的往前走好不好 好 我們要不斷的往前走 直到國家屬於人民好不好 好 繼續往前走 直到體制保障人民好不好 好 各位 加油 加油 謝謝 很好 anywhere 人 weakness 畢竟 每次見 … 很多市場